在众多影迷的期待中 好莱坞塑造的功夫熊猫阿宝重出江湖 动画片《功夫熊猫2》在中国上映之后 再一次创下了票房神话 不过有大陆艺术家呼吁罢看 说这是好莱坞要给中国人洗脑 是文化侵略 尽管遇到了抵制风波 却很难撼动《功夫熊猫2》 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受宠地位 从5月28号起 《功夫熊猫2》在中国正式上映 承接上级剧情 在续集中 韩后可爱的大熊猫阿宝 将和武侠一起挑战 预谋摧毁功夫世界的孔雀神王爷 阿宝的身世之谜也即将被揭开 让众多影迷们津津乐道的中国元素 在续集里也如数家珍的一一展现 如丹丹面 青城山 道教文化等 有中国网友说 自己看了影片后实在是感动到落泪 大叹西方人怎么能把中华文化吃得这么透 影片仅仅上映两天 票房就已经冲破亿元大关 打破阿凡达三天破亿的记录 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卖座的影片 但是在阿宝深入人心的熊猫形象备受热捧时 同样有熊猫人之称的行文艺术家赵半迪 自掏腰包登广告 呼吁国人罢砍 还说要将功夫熊猫2的票房封杀在三亿票房之内 赵半迪的抵制得到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力军 和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的支持 极力推崇 毛泽东的孔庆东撰文写道 好莱坞不仅在赚你的钱 还要洗你的脑 还要征服你的心 他说好莱坞电影是文化侵略 他认为第三次大战早已揭幕 而中国领土被占领 是因为有些傻子被美国电影洗了脑 而中平社就这场熊猫大战 发表的长篇署名文章认为 文化侵略的说法 其实是伪爱国主义作祟 对于赵半迪的呼吁 网友们似乎也不卖账 影片依旧卖座又较好 上映九天的票房 已经突破三亿四千万元 网友评价 这部片则是好莱坞写给中国的情书 因为它用功夫和熊猫 这两大中国元素 把中国风传播到了全世界 也有网友认为 所谓抵制 不过是可笑的闹剧 严重鄙伴敌 孔庆东之流 借抵制功夫熊猫来炒作上位 我们爱国国家 这国家是要使自己的 文明带来文明 所以这种爱国主义是神的 而不是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这个专门 应该是爱国民意的 但爱国我们还要是爱国 在当时他们的 这种猫的时候 虽然是一个 对爱国的民意 来掩盖它 要安甘地商量 其实这个 不是爱国 而且是卖国 实际上 这已经不是赵万迪 第一次公开抵制 功夫熊猫了 早在08年 没看过功夫熊猫的赵万迪 就曾跑到国家广电总局外示威 打出了好莱坞滚回去 功夫熊猫滚回去的标语 虽然当年响应者寥寥无几 但赵万迪却很快受到 电影局负责人的接见 北京日报曾发表文章 用虎脚蛮缠 形容赵万迪的抵制行为 据美国之音报道说 在压力下 功夫熊猫在四川的放映 被推迟一天 而赵万迪 把这当成抵制好莱坞的成功 新常人记者戴静 王子齐 博尼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